國際金屬價格大漲讓不少竊賢盯上了工地的五金材料 也讓偷電纜的案件層出不窮 這位新城鄉的工地又被盯上了 兩名竊賊闖進工地 偷了9捆電纜價值高達10萬元 還便賣到資源回收廠 警方調位監視器鎖定犯案的車輛 帶到兩名男子 而其中一名還是同氣犯 在裡面是不是 沒有啊 那裡那個人把他叫來 19號新城派出所接獲報案 指稱在順安村移出工地內有電纜線召竊 警方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擴大調閱監視器鎖定可疑車輛 並在22號凌晨線上巡邏遠景 又在工地附近發現了涉案車輛 當場查棄兩名男子及一批作案工具 破壞點都在裡面 上車啦 經過盤查以後發現女性男子 他本身是一個詐欺通緝犯 那也在涉案的車輛裡面 發現作案的破壞檢 檢線、錢等工具 那警方依切勞罪及詐欺通緝罪 顯將兩名男子移送花蓮地方檢察組偵辦 那針對本案件 本分局組成的專案小組 在本月27號 使檢察官合發之搜索票 到花蓮市一家資源回收廠 尋找失竊的電纜線 並且在現場發現完整的電纜線一批 經被害人到場確認後 確實為本案所遭窃的電纜線 那總價值總共在10萬元左右 國際金屬價格大漲 讓不少借賢盯上了工地的五金材料 也讓偷電纜的案件層出不窮 相繼上個月在華蓮縣警局 行建的警情科技大樓 才被偷了400公斤的電纜 這回新城鄉工地又遭殃 借賢以為神出鬼沒 沒人發現 殊不知最後還是難逃罰網 遭警方依法移送偵辦 記者徐立芹新城鄉報導